学习如何去爱与友谊 论您今天想要的,是否和昨天一样,与自我保持一致。 稳定而稳固的事物,不会偏离自己的立场,因此要努力增强与阐明自我。 论志同道合者的友谊 当我如此强烈地敦促你学习时,我所咨询的是我自己的利益。 所以,我想要你的友谊,首先继续提升自我。 虽然你爱我,但你还不是我的朋友,朋友自然爱你,但是爱你的人并不一定是你的朋友,因此友谊总是友谊的,但爱有时甚至有害。 试着完善自己,这样你就可以学会如何去爱。 这样一来,在为了我的利益而完善你自己的同时,你可不会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学习到完美。 可以肯定的是,我已经从想象我们两个会有一个共同的想法中获得了好处,我是去的岁月都会从你的意志力量中恢复过来,尽管我们的年龄相差不大。 然而,我希望为这一成就而感到高兴,即使与我所爱的人分离,我也会为他感到快乐,但这种快乐是短暂的看到一个人,他的存在,和与他的交流,提供了生活的乐趣。 无论如何,如果一个人不仅看到了渴望的人,而且看到了他想要的人,把你自己献给我,作为一份厚礼,让你更加努力,反映出凡人的你,而我与老了。 赶快找到我,但首先要赶紧找到你自己,取得进步,首先要努力与自己保持一致。 当你想知道自己是否完成了任何事情时,考虑一下你今天的愿望是否与昨天的愿望相同。 意志的转变表明思想在海上漂浮,根据风向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,已经安定下来的事物不该偏离他的立场。 这是全明人的福分,在某种程度上,也是一个正在进步并取得了一些进展的人地福分。 这两类人有什么区别? 可以肯定的是,一个正在移动,但不会改变他的位置,他只是在原地上下颠簸,另一个根本没有活动。 再见了,塞内卡,尖道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